大家好,新年快乐 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COP28气候大会后的演出会议 我是今晚的主持Elaine 同时我和Gladys一样,我也是细网屋的成员 我们的总织就是澳门只要想推广联合国可持的发展目标 和相关的气候行动 讲到气候变化,相信大家在这里都不会陌生的了 而我们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其实是需要社会各方面的support和关注的 每年联合国也会举行相对的气候大会 各国的代表讨论气候行动的相关进程 特别是针对2015年COP21巴黎协定所定立的气候目标进行讨论 而在上年COP30的会议就在杜拜举行 会议里面都有几个重要的理想 其中包括决意通过了脱离化石燃料的转型 很开心的,我们有三位气候行动的KOL出席 我们这个panel discussion 分享他们上年在杜拜的所见所闻 今天主要是我们的panel discussion 之后我们也会开吩咐一些开吩咐 大家欢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起你的手 感谢我们再谈谈我们相关的气候行动 大家如何联合和有更新的谈谈 事不宜迟,让我先介绍今晚的panel 首先我们有Carly梁佩宜小姐 Carly是联合国亚太地区环境及气候资讯小组的成员 亦是COP27及COP28香港气候唱导者 同时亦是气候工匠Climate Incubator的联合创办人 以及香港V-Air低碳本地旅游的发展总监 接下来我们有Ruby,柯学名女士 Ruby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organizer 相信大家的Ruby都不会陌生 但我也简单地介绍一下 Ruby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环境资讯委员会的其中一位委员 同时亦是澳门食物球环境健康学会会长 迫食粮方创办人 平时Ruby在澳门也会以食为题 推广联合国的可持组发展目标 到最后我们有Gladys 五清兰小姐 Gladys是我们细网屋的负责人 现在亦是内地从事环境攻击事业 推广企业和不同行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同的project 好,欢迎各位 事先前,我们就直接开始讨论了 我们也知道 上年三位也有参与上年的COP 可否分享一下上年去到COP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难忘的观察或经历 大家觉得特别在公众推广方面 COP又做得如何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 可否分享一下当中大家三位的角色 在当中又是怎样的呢 可以 COP 可以 大家好 再次很感谢大会邀请我来澳门 这里做一个分享 我今年 其实我去年 应该是再上一年 2022年和2023年 都有去COP 分别是去埃及那次 和去年是在杜拜那次 上年在杜拜的时候 我代表香港的其中一间大学 以Observer的身份去COP28 而我也都很活动地 与其中一间UN的公司 叫做Yango 去推进一些 climate advocacy 一些climate negotiations 我今年其实就特别 会比较关注on green jobs 和just transitions 而这个议题 可能我相信 无论是香港也好 在澳门也好 都相对比较陌生 这里之后可以再分享多些 所见所闻 因为 2022年和2023年都有去COP 其实两次的经验 都挺不同的 第一年 其实今年在杜拜 相对地是多人 会多了很多 corporate的人士去去 亦都多了不同 diversity的人群回去 包括一些 youth organization corporates 一些政府的官员 都有出席 这是我今年会见到的其中 一个大的observation 而今年COP 亦都相信是 这么多年来的 value是最大的 亦都是最多人的tent 的一次 其次就是今年都放了 很大的focus 其中一个 国家的代表 不同的observer 即我们 以及一些消费的社会 其实都会针对着 在下一个国家的 这件事 就着不同的议题 去谈论不同的进度 我想 给大家的解释 就是 他们每五年会进行一次 类似 例如 stop taking 评定的事情 去看回他们整个 climate的进程 去到哪个位 然后就针对他们的 ndc 去进行一些调整 而今年 就是刚才MC 也有提到 就是有一些 fossil fields related 的进程 有些可能是关于 可能是关于 finance 或者可能是关于 loss and damage 的东西 都会比较是 focus on 的 这个是我今年去都 发现了的 一个 两大的observation 评论 嗯 评论 那你这方面 你会有什么看法 嗯 其实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 QOB 亦都很兴幸 认识到两位朋友 亦都帮助 牵连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和联系 所以成就了今天 星期五的下午 亦都是人日 这个很特别的日子 我们去探讨这个议题 对于我来说是抱着一个 很好奇 亦都很 excited 和都挺激动的 心情去参加的 因为今年的QOB 是知道 特别是食物 糧食系统 和健康这两个议题 是第一次加入了 一个议题 从此 即是未来的QOB 的进程 都会将这两个 放在里面探讨之中 亦都是当初 我们创立这个NGO 澳门食物及环境 健康学会的原意 和我由食品安全管理 风险管理 到现在迈向这个 开始发展的工作 其实都是一直深信 食物系统 和粮食 是对人的健康 和地球的健康 是有很大的联系性 所以 为什么今年会 争取到 亦有很多人士的背后帮忙 因为有时出席这些活动 不是说要出席就可以 更合适 亦都得到英商的 一个代表的资格 以及Gladys 又帮我申请了一些 可以进入一个 叫Blue Zone的地方 整个参与的层次 和我看到的东西 亦都不一样 所以今天是很希望 看多的东西 能够在澳门带给大家 希望日后 多些人可以 尤其是澳门人 在不同的层面 在气候变化 气候行动里面 连续香港 大家 青年朋友也好 NGO也好 或者企业 或者政府 很多持分者 去理解 气候变化 是和大家 有几色相关的 或者我简单说 我自己看到的 小小事情 例如我会用一个 普通市民的身份 去当一个参与的观察 第二就是 一个气候议题 有很多新名字 其实因为 气候变化里面 的进程是刻不融活 所以大家都很 passion 去推动 会有很多新的 无论是技术 以及在盘点 用的方案 以及着重 一个 刚才Katani 也有提到 就是 那个climate adjust 因为有时 climate change 就是 可能用一个 比较显前的表达 就是 我们消费模式 不重视的话 隐身气候变化 但是租央的是 一些弱势社群 或者一些 那些 我们叫做 不是澳门那种 岛 是真的 Island 那些 岛国 没有岛仔 那些 它就会水涨 然后影响它 无论生计 旅游业 我们息息相关的 一切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说 那个just 那个公平性 那个正义 是 其实气候变化影响很大 而且在粮食系统里面 也是 因为很多人 会靠 畜牧业 卫生 农业 或者鱼业 但是因为气候变化 令到失收 卖不到价钱 或者有太多 等等 令到他们影响了很基本的 人物质 等等 所以或者一会儿 有多些图片 我可以再直接表白 Corp 28 我作为一个第一次参与的初阶 会看到的东西是如何分享 好 或者 谢谢 我多谢Carly 和Ruby的精彩回报 我觉得好像现场 有些朋友可能对Corp 或者我们在参加 究竟是什么活动 可能不是很了解 我可能简单又介绍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去参加 其实这个是叫做 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大会 就是每年有很多 簽了一个公约 就是很多年前 簽了公约的国家 包括中国也是 会去参加这个大会 最初就是 大家会去讨论 我们怎样去落实 一些全球的气候行动 每个国家有什么目标 有什么行动 是要承诺的 那这次为什么特别重要 是因为 我们曾经有一个巴黎协议 可能很多朋友有听过 也都没听过 就是第一次是有一个法律效力 要去将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 就是定下来 那这次的全球盘点 就是定了 因为每五年 就要去检查一次 我们究竟 现在执行到 去哪里我们的气候行动 去哪里 还有需要什么努力 第一次去做这个盘点 所以特别重要 也算是疫情开放之后 第一次的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会议 所以很有幸 我都可以和公司一起 因为现在在北京做的事情 和公司一起去参加 最为第一次去参加 因为我从小到大 就是读书的时候 我很想去这个公司 我很想去到 去到就好像一个 因为它就是在世博城 就是2020年的时候 搞世博的时候搞的 真的好像一个世界博览会 只不过是大家是带着气候的行动 一些成绩 一些希望去交流的一些心态 去搞这个活动 那就是真的 好像卡利多说到 是最多人的一次 有10万人次 超过 就非常多 但是中国 应该都有代表的 应该有三千多 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观众 在里面 其实我就是代表公司 去搞一些活动 去参加中国的各个区 因为每一个国家 在里面都会有一个场馆 除了他们去每天谈判之外 其实他们都会去举行一些论坛 去交流 我们就在中国那个区 做了一些交流的活动 我觉得其实很开心 去到 因为我们身边每一个人 其实就是会突然站在那里 跟一堆人 就会在那里讨论 这个气候的问题 就是平时 就是在中国 大陆 在澳门 在香港 其实很难得有这些机会 就是可能我们今天坐在一起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谈 但是平时可能会觉得 没有一个共鸣 跟其他人 所以很开心可以在 公司那里 听到 就是看到这些 听到这些 还有等一会儿也会有上片 就是我刚巧在那一天 去到 就有一个 延长有一个大的游行 就是所有的 代表着不同的 民族 利益 都是 比如有赌国 也有一些 是性别主义 也有一些 是非洲国家 其实都是为了 他们觉得 是气候正义 就是我们要为了 在这个气候变化下 获得一个生存生活的 一个机会 去发声 然后我觉得很震撼 在那里 真的有几百人 就是一条大队 拉着环牙 然后在那里 在那一刻 我真的感受到 其实他们是有一些 真的觉得 这是他们生存的机会 就是一些大的国家 不去做转变 不去做承诺 不落实 我的国家就没有了 所以在那里 你是感受到 哇 很震撼 就是真正正正面对着 你不是去到国家 而是面对着这些人 你会觉得 其实我是有这个责任 去做一些 气候行动 去做一些事情 我们才有共同的 一个生存机会 我多谢各位的分享 多谢Gladys 那除了 其实刚才Gladys也有说到 Corp的时候 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平台 给大家分享我们不同的经历 或者Information Sharing 其实大家留下 我们也可以去 Information Sharing Session 接着下来 我除了参与Corp之外 都了解到三位平时 有很多不同的NGO活动 平时都会去推广 这个气候行动的议题 都想再深入点 和问大家 多一些大家相关的经验 首先想问一下Carly 作为联合国亚太地区 及气候咨询委员会 小组的成员 和香港的气候唱导者 你可否分享多一些 就是你平时有做到的 一些气候行动 当中有没有什么 很难忘的经历 可以和大家分享 可以的 今年 2022年的那一次 Corp 就是埃及Corp 27 那次 我们去Corp之前 都会做了一份 叫做青年宣言 因为那时候 我们是跟其中一间 香港的NGO 去Corp 27 所以我们是有一群 一群的 青年宣言 我们就写了一份 青年宣言 然后交给香港政府 我们就着几个议题 包括气候教育 就是Comet Finance 还有其他不同的范畴 可能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政策 那时候交给政府 我们每年都会有LCOI 我相信Gladys应该都很清楚 因为Macau也会有LCOI 我们也很积极参与香港的LCOI LCOI就是青年气候峰会 每年都会进行的 那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给不同的青年宣言 受着不同的议题 去做一些联系 这也是我每年都会 联系的一个平台 其次在UN的 议题团队 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议题团队是做什么 因为其实它的名字 就算是英文 也是非常之长的 就是UN APAD Youth Advisory Group 在国际自由和人权的抑制 所以我们有做了几样东西 包括领导 究竟UN现在在做什么 他们设计了的一些 Tooth Kit 其实是否可以用回 来联系自己本身 譬如我是很活动地联系 在香港的社会 可能会用回那套Tooth Kit 去励动我们自己的社会 其次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些活动 譬如我们群组里面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人 包括我是比较属于教育 但是有很多可能是网友 有很多是科学生 有很多是社会 有很多是做 有一群可能是做商业 那我们就会 如果是去到国际的时候 我们也会做很多不同的 活动等等 尝试去Empower 也会交一些设计 一些设计 设计可能是包括 一些赌国的 科学性的问题 也有说在商业的层面 如何去说科学性的问题 这些我们也会通过一个 设计的平台 去联合 可能UN的平台 会推出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 去年是我第一年 加入这个设计群组 而我们这个平台也很联合在 譬如 Corp的其他 我们叫做Pavilion 刚才刚刚 Ruby和Gladys有提及过 有很多不同的Pavilion 我就是比较 活动地联合在 children and youth Pavilion 因为我自己本身做的 都是比较 Focus on youth 所以这个 就是我自己本人 或者是透过自己 不同的公司 去联合在 Corp这个平台 区域的平台 或者是居住的平台 的平台 当中你会不会有遇到 什么挑战 或者困难 我想最大的困难 如果是居住的平台 就是比较难去联合 一些 始终可能 在香港对于 Corp这个事情 不是真的很高 而他们可能对于 气候公义是什么 他们也不是真的 很清晰 所以其实想去 互相争这件事的时候 是相对比较难的 这个应该是 遇到最大的困难 但是 我也觉得 这个困难 是一个 机会 是一个困难的 就是因为 正确的 知识比较低 或者人们未必知道 气候公义是什么 未必知道 Corp是什么 所以 这就是我们才 要进入 区域 这个是 我们也试 这个是 阻碍和 机会 我相信 这个 这个 其实也是 一个很 漫长的道路 我们 analyze 步一步地 为我们的 保持绽固 再来 放一旁 Ruby 刚才你也提到 我们的食物系统 其实在 环境保护 或有 保持绽固 其实也有 相当重要的角色 也是 可以再分享一下 多别的资料 好 因为今年 参加 库航表 和议题是关于 糧食系統和一個健康的新設入點 所以之前都會做少許關於國家的進程 或者對於這方面是如何 法國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國際組織 和我們中國都是 其實由去年中國做了一個很大的舉動 就是關於甲苑的一個糧度 大家知道甲苑其實很多時候都聯繫到糧食系統 而且經常都會說那隻牛 這也是很危險的 因為我去到一個活動 有一個人說了一句話 It's not a cow, it's the how 我覺得是說得很對 其實不是怪那隻牛 而且那隻牛是很天然的 在一個生物系統裏面 其實甲苑的存在 還有它是一個生活的一部份 呼吸一部份 它生產出來的 令到greenhouse gases 零食比起醫藥化碳更加 對於我們人類所說的 溫室氣體的效應更加嚴重 所以在中國裏面 我發覺參加Call-up有兩個極端 我參會發覺有幾多國家都很支持中國 它過去做的舉措和商態目標引以為一個模特兒 叫大家去學習和轉型得這麼厲害 而另一邊商就會另一個極端就是不斷亦都去譴責一些國家排放量最大的 大家都知道我們國家因為量 我所說的基數大 所以亦都是做了矛頭的 所以在糧食系統那裡 我為何會帶出甲苑這個議題 就是其實已經很積極去改善 譬如今年我們說 開始全球盤點這個巨大的舉措 因為永遠都說 不知那個量是甚麼 我們怎樣去 去對應那個wood cost等等 所以如果已經開始就甲苑這個議題 去開始積極去量度和去正視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很正面的角度 去對於氣候變化更加一個手段 以及一個不存在的另一個風險準備作 還有其中我參會有一個議題 是哈佛大學的 那個會也有很多人參與 因為他們探討的議題 是怎樣用衛星去detect 去測量全球裏面那些不是溫室 而是甲苑 所以就知道由技術的層面到政策 為何這個時間 就是去年會開始提到糧食系統 還有剛才我參會 另一個分支在商界那邊 有FAO 就是糧食廚 世界糧食廚 是的 負責的主管在裏面 那麼剛好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機緣巧合 既然大家坐在一台吃東西 都跟他少少交流 他亦都很好奇 是澳門來的 那麼他對澳門也有很多的認知 你知道很多賭場 裡面有很多食物 Food Waste等等這些議題 都是可能是一個旅遊業界 要重視的東西 那麼我也都說到 我也很開心 今年在Food System裡面加入了 他說沒錯 是不會走掉的 這個議題 大家對於食物糧食這個板塊 只會越來越重視 還有會聯繫到更多 關於健康 還有大家地球的 Eco-friendly 整體的Eco-system 我們說的 One Health 全健康的 那個Approach 只會越來越聯繫性高 所以我參會 還有來到澳門 我會繼續把這個Message 還有怎樣在澳門的特性 我們旅遊業和世界美食之都 行業美食之都 這個板塊做好一個世界性的責任 以及定位 謝謝Ruby 我也想再問多一點 關於澳門這個城市 因為是一個國際旅遊城市 然後我們有很多五成級的酒店 很多米芝蓮的餐廳 那些客人來到的時候 都會很想享用不同的美食 那在一方面 你覺得澳門最大的挑戰是甚麼 而我們有甚麼可以 可以保持動力 我覺得 其實都是 Demand and Supply 的一個效應 很多時候要做改變 一定有一方要踏出一步 那有時在一些 譬如在餐廳來說 或者在酒店 可能他會覺得 我做這個轉型 客人會不喜歡 但其實客人的角度又會 為甚麼全部都是這樣 又會覺得這樣做了餐 那所以其實兩方有一定的期望 但是就沒有人踏出一步 而開拓我們叫做一個南海的經濟 就是開拓了就會發現 原來這麼多人受落 或者殺出所謂一條新血路 更多一批生客 那還有我相信大家 就是中國的政策 都是高質量轉型 高質量就是大家 會有意識和有知識之下 去選擇食物 而作為一個 餐飲也好 或者旅遊業界的持訓者 其實他們接下來是必須要 扶權他們自己有相對的知識 以及知道氣候變化 或者設計餐單背後的影響 別人的健康 以及環境的健康 另外就是 我們到底有沒有把這件事透明化 令到我們的客人能夠做出一個 精明的選擇 我相信是要兩方面一起 我們說餐飲 其實整條鏈條 可能供應商的意識形態 甚至如果上市公司 都會很清楚 我們要做範疇三的披露 這些都是影響著背後 很多的影響 所以所有的意識 每一點 我們怎樣去聯繫 以及明白這件事 才會幫助到那件事 否則大家中間 差在何時是碰釘 或者受苦 所以 經常說早點去知道這件事 以及多些人去認知 去協作 就會大家可以做到一個槓桿 如果不是一方始終都是 令到好像很硬要改變 這樣就不太好 但是那個改變 亦都感受到是必須 因為不能避 好 謝謝Ruby 相信其實這個議題 在我們的透明性 我們的報告 在國際間 都會越來越多關注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 ISSP都有推廣到 最新的 如何做報告的標準 都相信 這是一個很大的 巨大的步驟 將來我們的社會 繼續行這個推進 我想問Gladys 除了 你在澳門 有做到一些 NGO的活動以外 其實你現在都在內地工作 都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在內地工作的時候 推行一些 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可以分享給大家 或者我分享一下 我在澳門 澳門看到的 以及在大陸 我先介紹一下 小房子 就是在澳門 一個推廣 可持續發展目標的 一個機構 其實我們 很多議題 我們都會希望 可以推廣大家 去關注 因為我自己 是本身比較關注環境 所以氣候變化 就是我比較專注的一個 我很記得 在澳門的話 我剛剛讀完大學回來 第一次去找一些 環保的團體 或者活動 參加其實比較少 甚至回來找工作 都沒有環保 或者氣候變化相關 我就去參加了一個 志願的活動 就是澳門減肺站 就是在街頭教人 如何回收 就是每個月 就會定期選幾個點 他們就會放一個攤子出來 大家就乾淨回收 就教他們幾類膠 澳門有什麼膠是回收 什麼膠是不回收 或者你指 要怎樣清除乾淨 才可以回收 那時候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澳門 其實他們應該算是 參考了香港 很多資料都參考了香港 我覺得有一群這樣的人 去關注澳門的環境 其實是很好 後來慢慢慢慢再發展下去 我也有關注到環保局 也有提升了這個想法 開了很多大家看到的環保加分站 也有很多團體 現在開始會去關注環保 氣候行動 甚至是雙炭 因為我覺得 回來的時候 長久以來我覺得 跟世界好像有點 脫了折 甚至是跟內地 中國政府的一些政策 是脫了折 因為當時還沒有氣候策略 沒有減碳的目標 很開心現在看到 有一個長期的減碳策略 澳門也有很多團體 現在已經很主動地 去搞一些培訓班 或者課程 是關於低碳發展 或者氣候變化 所以這個是比較感恩 然後到了大陸 就是那個資訊 非常發達 在氣候方面 因為我現在是 北京一間環保基金會 做氣候變化相關的議題工作 我發現其實大陸 是有非常非常多 關於炭 關於氣候變化 生態保護 這些是非常多的 這些參與者 也有很多機構 單純在北京 可能一個星期 接近12月、11月 已經有兩三場的活動 可以經常去參加 你會看到很多 不管是專業的人士 或者是感興趣的觀眾 都會去參與、去討論 所以我覺得那個 比較是 就是內地的確是 可能因為有政策的推動 因為大陸其實一早 很久以前 他說要那個3060 炭中和炭達峰 其實已經是 一說出來 它下面是很多政策在推動 它不單止是整個國家層面 它地方的政府 城市都是在推動 所以我覺得是因為 受到這些很大力的政策的支持 當然因為大陸 有很多 它要做生意 也好 它要發展其實都是看政策的 所以就是很多 商家馬上說 我們要低碳發展 先不論它是否真的做了這件事 但起碼它有說 這件事是得到很多 大眾開始認識這件事 所以就有很多的機構 很多的團隊 在參與 而且他們經常都會 有些很詳細的分析 或者是很親民 可能我沒有接觸過《氣候變化》 這個議題 但我都可以去參加 很多這樣的活動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比較大的對比 你去到大陸 就是不知道先看什麼 但在澳門 就是有個別幾個 你知道一定會說的議題 那如果你覺得在大陸有哪幾方面的事情 是澳門可以作為一個參考的 我覺得 剛剛說到政策 可能就是在政策配合這方面 因為很久之前他們發佈了這個商炭 炭中和炭大風 其實他們有一個1加N的政策 就是我有這個目標之後 我下面所有的 不管是行業的轉型 社會的轉型 或者政府的一些政策的法律 未來要怎樣配合這個商炭的達標 其實也有發佈了一些這樣的政策 所以我覺得在澳門 其實有一個長期減炭的策略 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但它後面的配套的政策 是怎樣去配合 例如我有關注 例如綠色出行 它裡面有一個澳門的長期減炭的策略 就是多些走路 走樓梯 我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但如果你看回澳門的一些政策的配合 雖然它說推動很多電動車的購買使用 但你同時看回它是沒有一個限制的 例如我現在有一輛汽油車 我可以買多一輛電動車 它是不會受限的 其實你的交通都是會濕 你交通的都是以車為主 而不是以人為主 所以我覺得在這些城市設計 或者是其他配套的政策推出 你也是要圍繞著這個商炭的標 而不是我現在丟一個出來 它就是一個獨立的 誰是誰的部門 他們自己得益都可以 通常都是環保 但是其實它是要配合很多不同的部門 很多的團體在一起 就像剛剛卡里說的 其實我們作為NGO 其實是一個政策發展 可能政府要推了 我們下面可能有些商家 或者市民不知道怎麼做 我們NGO會去配合去做 所以我覺得一個是值得可以去參考 絕對認同 是的 因為我記得去年我們推出的 那個2023年環保局 其實都推出了一個新的目標 去到2035年的時候 都希望所有新的出行的車 或者新買的車都會是電車的 但是去支持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想大家平時我們和朋友聊天 為什麼不買電車就是覺得 我們好像不夠充電錯裝 所以在政府這一方面 其實都應該多些支持 然後在政策方面 其實可以支持到整個動作 然後我想了解一下大家去COP28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 除了正經的那些原廠會議 或者看看那些政要之間的 discussion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有趣的觀察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Vladys先 好 我覺得有趣 我可以說話 我或者後頭說一說 然後讓大家看看 我覺得是 或者是 因為這次是解杜拜 杜拜大家 就是阿聯酋 大家聽到的名字 想到些什麼 油 對 石油 是 橙石油的大國 雖然杜拜其實它本身是一個 旅遊城市 其實它自己是不橙油的 但是它整個國家其他社會 包括它的中東地帶 所以這次就是有很多 也都是歷史新高 有最多的一些石橙油 就是這些橙油產媒的公司去參加 這些代表去參加 為什麼說到這件事呢 因為作為一個長期關注環保 氣有變化 我一直是 因為我以前是外國讀書 經常都覺得這些公司是不好的 我們要禁止它 我們不可以跟它們 即是我們拒絕它 但是你會發現其實 超級多這些代表來參加 同時如果你在大陸 你會發現很多炭中和的研究院 或者派了很多資金去投放 這些可在新能源發展的一些投資者 其實都是產油的公司 我會今次的這個參會 加上我在大陸工作的這些經驗 我就會覺得 是要有一個平衡 即是不可以拒絕它們 不讓它們參與 其實你是要包括它們進來 即是怎樣說也好 你不可以說轉型就馬上 我立刻今天就停 停水停電 我就不用這些石油 不用這些天然氣 其實是你有一個過程 所以我覺得包括它們 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是到什麼程度 比較有爭議的一個議題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比較有趣的一個感受 這個分享很好 因為其實在去年的Coffice 它提供了那個計劃 其實也不是說 我今天不用Fossil View 其實我們是要轉型 從Fossil View 所以這個也是大家摸著石頭 一起過的一個轉型程度 Ruby 你有什麼其他觀察有趣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 到一個會的成功 是多人參加 還是少人參加 覺得有點矛盾 因為去到一方是很正面 覺得全球這麼多人 為了氣候變化 氣候行動 不同的專業領域 甚至個體也會參加 有十萬人 而且很早期已經去一個 藍層那裏 怎樣可以求到一票進去參與 因為只有七千個額 你就知道有多少 但是在另一邊參加的時候 大家又開始遊行 或者聽到很多新聞 就是說 這個會帶了十萬人去這個國家 你看 又有行動 又有食物 又有很多能源等等 到底你們這一群十萬人 還在說氣候變化 我那一刻又覺得 糟糕了 即是怎樣 但是難道下下用視頻 但是又不是 因為整個感受是不一樣的 而且有些事情 真的要當場去瞭解 和感受 和有些事情 可能卡尼更加清楚 When you stop take 大家真的逼爆玻璃 要進去聽 最新消息 和相取 去咬文雀字 所以其實那個挑戰是很大的 英文要非常之好 而且是個專注力 和很長時間的 大家為何會為了這些事 去這麼認真 去爭取 和很多年輕人 這個我覺得 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他們真的選擇一些相關議題 和年輕人 絕對是氣候變化第一身 和走不掉 無奈地給了一個這樣的年代 給他們 一直都會第一身 去應對這個效果 所以其實到這一刻 我都在想 感覺會到底要多人 還是少人 和怎樣可以低碳去做 當然我一會兒都會顯示 一些想像 就是其實他都盡量 將會場等等一切的東西 去控制 無論是廢物處理 能源 採光 被動性 一個冷卻等等 我覺得有時候 將東西透明化 或者在前設裏面 用本身Explow的場地 去更加做多些教育 普及 無論是公眾 或者一些專業 或者政府代表 都能夠用回好那個場地 和令到他更加深化 和有延續性 我覺得其實就不是流於說 為什麼這麼多人去身家 這麼多碳排放 這麼多流程 或者令到城市 加重了他的負擔等等 這些一切 我覺得 在當中我沒有想過 原來有一個會 這麼多人參加 原來是不好的嗎 這樣 突然間有了這個點 對 很快 就是現在排出來的 對 這一個情況 我在Cov27的時候 都已經發生 不過今年就更加厲害 更加多人參加 第二 這件事其實都很嚴重 因為今年 有兩派的聲音 一個聲音就是覺得 我們都要接觸他們 因為他們都需要轉移 另外有一群就會覺得 不是的 其實他們是為了清洗 這一個是第一個 比較有趣的效果 Ruby剛才說的 也是人數問題 那十萬人次裡面 其實有多少百分之的人 是真的關注 公司的 政治交易 因為Cov是一個什麼場合 Cov其實就是 說那些字 其實他整個會 到了最後 搞兩個星期 還要延伸 其實都是說出來的 最後的文章 但是他在進行 就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 只是說話 也只是說了Blue Zone 只是Blue Zone 已經提升了一個 Expo City 我們Blue Zone 又說 好像七個還是八個 我已經不記得了 好像主題樂園一樣 你想像一下 你每一天去到 就好像去了Universal Studio 的其中一部分 但是他差不多 差不多 不知道有沒有兩個 Universal Studio 但感覺上 看感上 你會覺得 然後有兩個部分 就是專門做 其他就是做活動 真的浪費活動 你看到就是 每一個國家 不會每一個 但是很多國家 都會有一個 Pathillion 然後 Selfig Society 會有Pathillion 然後很多 UN的Agency 由你剛剛說的 FAO 有很多不同的ILO 有很多不同的Pathillion 都會同時進行 所以其實可能 那10萬人次 他們就會分流 其實可能 最後來 只有30%的人 是真的很專注去做 跟進 跟進 的事 我今年 其實比較少去看 其他沙爾啡 我真的進去會場 在麥克風的字 在這裏看 因為我可能是跟 JUST TRANSITION的 工作程式 他們每一天 你會看到 他們大的螢幕 有很多不同的會 有些會 是你 作為一位 或者作為一位 規定員 都可以進去參加 例如我代表Yango 我代表Yango 甚至可以做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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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可以 按麥克風 說話 然後他們 有人會 採取一段時間 採取一段時間 所以 其實 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 有很多不同的文章 你要去理解 而那些文章 和你學習的英文是不同的 不同的意思 是和你 例如讀書 讀的學院 那些研究研究 和你去到 那些 UN legal binding 的 wordings 是很不同的 所以其實 他們可能 細緻一個 到 究竟 這個文章 用envite or encourage 他們都要 聊很久 然後 他們用不同的國家 要有一個 common ground 那你這樣 才可以 pass 然後 凌晨兩三點 就會出一個 然後到第二天 再馬拉松 再談 所以 基本上 每一個日的議程 就會是這樣的 而這個 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小的 題目 然後 還有很多不同的題目 然後每一天 就在這裏進行 所以 今年 我亦都 另一個 觀察 我很開心 看到 就是今年 亦都因為 有很多人參加 所以 也看到相對地 有更多的 年輕人去參加 小至真的很小 小朋友 可能小學生 可能是 老師帶團進來 然後想做一些 合作的事情 到可能真的 大學生 我可能是代表大學來 我是做研究的 我就想去看 商討論 這件事 我都看得 今年都是比較 活動的 另外還有其他 比較多的人 會喜歡去的 就是 Green Zone Green Zone 就是不需要你有 Batch 基本上 你有興趣 就可以進去 參加 有不同的 booth 這也是 每年會 不同的 即每年都會 發生的事情 就是Blue Zone Green Zone 還有 今年 即今年 2024年 今年的Corp會是怎樣 都未知道 但是 因為 本身 Corp Trianaic 已經講了很多 氣候盆點 或全球盆點的事情 所以 可能今年 也會承接上去年 去講多些 例如 說 食物安全 說 改善 說 資金 的事情 可能相對會比較多 很感謝你 這麼詳盡的解釋 去關於這個 我想 如果再給你一個小時 你應該應該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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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今天是不是 Corp會和Gladys 都會有些照片 可以分享一下 是 按一下 是 現場 剛剛說了很多 藍區 Blue Zone 其實就是 可能顏色看不到 這裡就是 所謂的 本 是不是有Point 對 這裡就是 剛剛 Kali說的 Universal Studio 好像環球影城那麼大 就是有很多個區 這裡其實很多個 都是一些 可能國家的管 或者 有一個特別的 就是叫做 青年 和性別 或者什麼女性 這個就是 南區 所謂南區 剛剛Ruby有說到 一票籃球 要入場證 這個入場證 你需要在國家 幫你去註冊 或者是 你有觀察員的身份 例如剛剛Kali說 之前是跟一個 有觀察員的身份 或者今次也是 觀察員的身份代表 我也是 公司都有這個身份 有一個資質 才可以去申請 而且不是 每個人都可以 你想幾多個 就幾多個 可能好像我的機構 這樣只有五個 你只可以申請 五個人進去 還有一些媒體 就會在這裡 最主要的 一些談判 一些活動 會在這裡發生 這裡就是 六區 更加大 所有人都可以進去 你不需要 一個特別的證 很多國家 會展示一下 他們自己做的 不同的事情 特別是 我最有印象的是 沙特阿拉伯 和阿聯酋 搞得很漂亮 很高科技 還有沙漠 在裡面 非常厲害 我覺得好像很免費地去看了一個 Universal Studio 去體驗 這就是整個區的一個情況 然後就是裡面 這就是 入去Blue Zone 的一個主要的入口 這些是有參加過的 一些場內的活動 其實有很多 這些是 你可以自己去申請 如果你有官提人的身份 你可以去跟大會申請 有一場編會 那你就會去自己 搞一個主題 自己去討論 隨時都可以進去看 大部分都是 這個就是 聯合國環境處 他們自己都有一個位置 每天會有一些 自己的交流會 講座發生 我代表公司的話 也有在這裡做一些活動 這就是剛剛提到 比較大的遊行 就是有幾百人 去發聲音的一個遊行 所以我覺得 挺幸運跟大家分享一下 本來都想 放一條片出來 但那個格式好像有點不行 不過是 有很多不同的議題 因為其實 氣候變化不只是 只說氣候變化 其實它有說很多 公義的問題 社會的問題 性別的問題 以及少數民族的問題 或者是 好像這個非洲 這個非洲國家的一些代表 其實很多都是 與氣候變化很相關的 其他的議題 一些分支 大家都會在這裡 進行一個發聲 一個分享 其實每天在場內 你都會看到 很多不同 可能比較入世 那天就是比較大的 集合在一起的遊行 還有一個就是 法石上 我覺得比較有趣 是的 因為它每天 就會在大度上 有一個頒獎台設置 它就是所謂的 氣候界的奧斯卡 其實就是很久以前 在1999年 開始發起的 就是頒備 在應對氣候變化上 態度比較差 不是很積極的國家 可能它沒有採取更多的行動 或者它的目標不夠積極 就會有一些代表想獲獎 那些代表當然不是政府的代表 可能是那個國家的一個國民去代表 但是我覺得挺有趣 而且今年獲得最多這個頒獎就是美國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 因為我覺得 平時可能在中國 你見到的這些對話 或者發生的活動 其實很多可能是不會那麼激動 大家可能就是 我以事論事 我就是在討論這個政策 或者討論這些社區的一些行動 但是這次就看到 有政府的代表同時 也有些反對的聲音 或者是 我想你再做得好些 我是要批評你的 是有些批評的聲音 但是還是可以共融 當然他們聽不聽也是另一回事 但是我覺得是有這個機會 可以給大家面對面去共融 我覺得是挺好的 好 那我也有一點點分享 其實化石掌那個 我也有視乎到 大家的最深刻 沒錯 這個就是剛才我所說 有十萬人去參會 但是也會有留意到 其實主辦局也有著墨很多不同的事情 例如因為剛才所說 是一個好像遊樂場那樣去形容 其實到處你都很想去 但是有無奈 在三十幾四十度 又走得很累 所以它是有很多這些 好像Golf Card 這樣在這裡載大家的 所以都覺得很貼心 其實也很friendly 就是說你去哪裡 就一車這樣去 那你又可以認識到周圍的朋友 那裡不如不要去那裡 那裡更好看 然後一起見到沙特的館 哇這麼厲害 有沒有看過 沒有 然後大家都說一會兒要去 但是一會兒都去不了 因為每一個館 你都會花很多時間去看 每一樣東西 從水到… 不好意思 有些可能有些轉移 其實一到杜伯 它知道你參會 它會給你一個免費的3G 一個卡給你 我覺得是一個方便和安心 另外就是有一個免費搭的 一個類似輕軌的給參會者 那針水 還有其實它們對動物都很關注 所以我看到除了水之外 還有零食 很綺麗的 是的 每一道都會有部署這些 而且你會看到剛才所說的 就是被動式冷凍 就是它其實都… 在一個陰錠的地方 無論是樹蔭或者… 就會很涼的 其實天然風 和它的設計有考量 已經是很… 不用說一定要開冷氣 或者下一張 是的 然後其實因為關於糧食系統 其實它們在設計餐單那裡 都會叫做一個… 剛才Gladys也有說過 是一個Ambition Ballet Agreement 就是我們希望控制到 在1.5度的升溫 在P-Industry的Base Line 作為一個基準 所以在每場所有的餐廳 或者流動的小賣店 全部都… 你會看到有素食者 還有它們也會說 就是碳排荒 就是本地的食材 還有其實是很多元的 當然杜拜的消販是貴的 還有我沒有試過吃不飽的 但是在杜拜和這個餐廳 都有這個感覺 是 為什麼會這麼大吃 還是為什麼要吃幾餐 都好像未飽 還會繼續走 沒有,還會繼續走 但是又很貴 我發現這也是一個 有趣的事 然後… 請問下一張 這個… 剛才Gladys也有表演 剛才我看過那一次 也是美國獲得了冠軍 其實那件事是很有儀式感的 因為它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一起唱好像國歌那樣的東西 但是裡面的歌詞是很有趣的 在它每次宣佈的時候 亦都會製造懸疑 因為它會用一種很搞笑的 幽默風趣和嘲笑的手段 去形容這個國家做這些事情 或者它又說這樣 但是其實又沒有 然後又指責別人怎樣怎樣 其實整個過程是很愉悦的 所以亦都很有趣 去獲獎的人 亦都是一點都不羞愧的 就是當作獲得冠軍 那樣的 所以每個人都 雖然一天都很疲勞 但是都會等在這裡 去看這個娛樂 好 或者… 在這裡 我都因為… 將取很多個時間 去每個會場都看 這一版是屬於一些 Blue Zone裡面的會議 其實進去每次都覺得很震撼 有這麼多人一起參加 尤其是Stock Take那裡 是特別多人 還有… 我真的沒有辦法逗留 因為… 剛才你所說的東西 真是… 為了一個的的了了 是真的談了很久 但是你又… 寫了一會兒 又夠鐘又去聽另一個 但是我又看著這裡 大家為何又這麼… 好像真的不對我 在這裡 就離遠去聽 但是有些可能和我業界 或者一些的議題 那左下角那個 其實是一個難得的 會關於旅遊業界的一個 氣候變化的峰會裡面 亦都有很多連鎖酒店的代表 以及一些國際性的組織 真是就一個旅遊業界 可能定義一些roll map 日後去怎樣去推動 所以也很希望日後我們 即是大灣區 或者澳門 亦都做到這個聯動 好 那這裡就是另外一些… 當然當中看到 真是很多國際人物 我沒有想過這麼容易 即是… 為何會有蟹筋磨 還在現前大家又不… 那我真的要進去 大家交流一下 說個哈囉 然後他也很友善 而且他也很覺得 咦?有澳門人嗎? 對 這樣 等等 還有 走過路過 也會見到很多國家元首 吸急腳又要趕去另外一處 這樣 下一張 這就是我說 也參加了一些商界方面 亦都跟真的在會場 這裡通常是去了另外城市那邊的會展 那裡舉行的 那你又會發覺 設定又很不同 他們就會找很多商界的代表 去頒一些商業議題去探討 譬如 特別會參加一些關於糧食的議題 所以你會見到一些連鎖的 可能汽水公司 或者是大家號稱 可能是一些不健康的食物 那他又怎樣去說 又有一些農民的代表 或者一些少數屬於農業 或者真的原材料供應的 他們又怎樣去大家互相就這個版塊 去直接第一身說回挑戰 或者大家邁向的事情 左邊也是關於旅遊業界的 所以也有去聽說 糧食浪費在酒店業界 大家共同的挑戰 裡面聽到的通常都是 可能國家的政策又會容易些 又或者要通過一些技術 又或者是可能那個城市 或者國家是比較支持一些捐贈食物 很多版塊去把這件事收窄 減少浪費的情況 最後 有些有趣的畫面 其實真的每次這些參與 都令我一件很開心的事 你會發覺人生裡 遇到不同的人 會在這些地方 隔了很多年會出現 譬如在新加坡館裡面 我遇到以前我學SDGs Games的 一些同學仔 又或者很多年前參加北京一些會議 他也在當場 亦都有一個 不好意思 upside down 就是 你知道COVID的時候 有很多online的課程 竟然在online課程 我想一個關於 SME的SDGs 我坐在旁邊 我覺得他這麼熟口臉 沒錯 然後就找回看 真的很像 然後就看 我本身也對於他的分享 是很有深刻的 因為他是一個新加坡人 還有說的一件事是聯繫性很高 我就問你是否陳先生 他說是的 然後沒有想過 我整個十萬人 有這麼多個size event 竟然就是坐在旁邊 是的 然後就突然間 好像一個粉絲 真的沒有辦法 一定要拍照 因為太難得了 所以其實我們不是一個KOL 我是一個小粉絲 最後 左邊 我就參加了新加坡其中一個活動 感覺是很全球的 在新加坡的館裡面 因為他是很有教育意義 而且他是覺得 年輕人如何去表達 用他的語言 可能用不同的手法 用詞彙等等 他直接開了一個簡單的 好像101的課程 去分享一些例子 大家探討 遇到什麼障礙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待到很快地 去到自己的地方 去到自己的地方 那我大致的那些有趣事就差不多 每次有些過關的時間 都可以 大致上是這樣 多謝各位的分享 由這個年輕人的聘用 糧食的系統化 還有政策方面 大家都為了我們 其實這個議題的廣闊面很大 基本上今晚可能都提供了一些開放的地方 給大家回去再深入研究一下 看看大家在場的參賽者 會不會有些問題 想問回我們的群組 有一個好的經驗 你可以接觸到很多新的市民 那你們覺得有些什麼可以帶來澳門 來inspire澳門的小朋友 或者企業或者居民 謝謝 我想回顧我 其實今年去公司 我最大的一個目標 就是想 交換我的經驗和知識 給其他年輕人 因為其實有很多群組 他們可能 一來他們不知道什麼公司 二來 就算他們有機會認識公司 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去 三來 就算他們去到 那他們又可以做些什麼呢 所以今年 整個公司 的時候 我也做了一些 可能法律分享的事情 然後 另一件事 其實 就是剛才剛才說 做過一些 climate negotiation 怎樣看那些字 怎樣 always be ready to talk to the press 因為其實你去到 公司的時候 尤其是你 engaged children and youth 會有很多 媒體的 invitation 所以可能有時候 可能假設 可能今天會 有一個 BBC的news 他想說 一個 Asia youth on climate education 誰想說 好 那你舉手 那個opportunities 就是你的 但是你的preparation time 可能只有一個小時 或者兩個小時 那你就要隨時準備好 你是說得到 你想表達的東西 可以說到 說到你自己是誰 給個折述 這些技術 是我很想 想把他們帶回 其他的年輕人 那不是 可能香港的年輕人 可能是 Asia Pacific 整體 謝謝Carly的心情 Ruby呢 我覺得 有什麼可以帶回 我覺得 是 可以說回年輕人的話 因為我覺得 澳門可以接觸到 這些大型的活動 就是參加的機會 是比較多的 甚至很多 小朋友 或者我們大家 很多人都沒有聽過這個議題 我覺得其實 政府雖然說有很多政策 其實它可以做多些 譬如跟我們這些社團 和NGO去合作 去搞 或者支持這些活動 像我們 2022年的時候 搞過一次 Alcoi 就是澳門青年 但是那時候是 我覺得 好像這些活動 其實政府都可以參與一下 支持我們 不單是從他們的渠道 也可能是場地也好 或者邀請學校來 去給大家更多的學生 或者公眾去認識這個議題 還有 其實我們知道 澳門一定有去參加這個組合 就是誰去了 他們怎樣去選擇這些人去參加 其實我們不太清楚 我覺得 很有趣 因為我當時在中國的那個館 其實香港是有一場專場 是專講他們的低碳發展 他們的氣候變化做了什麼 然後我說澳門呢 沒有澳門 又不見了澳門 我覺得其實澳門 在這方面 是可以增加多些他們的參與度 還有提供一些公開的機會 譬如可能 跟我們很多的社團 搞一些活動 哪些學生 或者工作人 他們真的很感興趣 可能證明到他們自己 是有這個 想參與的興趣 亦都他願意 可能提供一些名額的機會 讓他們去到現場 去學習 然後回來 可以分享給其他人 我覺得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澳門可以做到 做到 謝謝Gladys 我想其實我是今天 都發揮著這個 社團 因為我們大家都有很多澳門 其實是 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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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 Ruby 你有沒有其他 應該都差不多 應該都差不多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其實還是想問 其實還有沒有機會偷懶 其實我自己也是一個環保團體的人 那我都留意了環保很久 特別是近幾年 大家更關注環保議題 在很多不同的媒體上 都看到不同的人的表達 想法 都聽了一個 令我都覺得 不知道 對不對 的一個 就是說 其實現在很多一些 的氣候問題 就是一些 全球暖化問題 其實都是會誇大 都舉了個例子 就說好像 好像瑞士這個地方 其實它是 市民 是比政府更有錢的 不像我們國家 很多時候 財富都是國家度的 如果他們國家上 有一個項目要做 要動用到市民的資金的時候 你沒有理由直接問他們 拿錢 我要做這件事 給錢我做 不是的 他們就會創造一個議題出來 我們要搞氣候 要搞減碳 跟著就 跟他們拿了一些錢出來 去發展這件事 很多時候會變成 一個 借力去做這件事 就是氣候問題 其實就是想問 你們接觸了這個 就是氣候峰會 會不會覺得 其實他們說的時候 都會誇大了 其實我們真的 正在面對的問題 其實沒有那麼迫切的 其實還可以走慢一點 就是想看大家的看法 我想沒有誇大 其實就是 把這件事實說出來 從科學引證 從商界 到一些很專業的課程 其實都 這些東西是聯繫到的 都是俗心一致的 就是大家不要忽略 還有其實都 已經煞到埋身的了 因為 非洲又會下雪 跟著歐洲 凍的地方 連那些火車軌都會溶了 那就知道在設計 建築等等這些風險上面 對於 無論是商業和人生安全 都會有不同程度的風險 其實是沒有誇大 但是還是沒有害怕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其實沒有誇大 因為有很多東西 最好就是自己看 自己去分析 以及多角度去看 不要偷偷一邊 所以 為什麼會由 學校又會說起 有些專業的研究所 又會這樣不斷去推動 或者去引證 告訴大家 或者經常最 對大挑戰就是 如何才明白 如何才感受到 所以 不排除當中 有一些誇大手法 但是誇大手法 是想大家正視 因為時間已經很危急 因為其實由國內 兩三年前已經說了 年輕人 這個世代 基本上他們都是會用 這個熱的主旋律 即他的冬天越來越少 還有他的人生會不斷 都是說 那怎麼這麼熱的 是一個主旋律 是 四季不分明 要不就非常極端 或者是縮到很短 有些是 那個波度很厲害 而且去年 那個報告 簡直是用一個 黑膠碟的封面 就是說 錄像錄像 通常我們聽到 錄像錄像錄像 可能是賣白金碟 即創錄像錄像 其實今年2024未出 都已經說又破了 是啊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我不覺得有誇張 但不知為何 都未感受到或不覺得有問題 我想再重複Ruby的答案就是 基本上去到會場的話 大部份的人都是共同意識 就是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很迫切需要解決 只不過是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姿勢 即是他們有自己不同的行動 但他們就要來到這個議會 去做決定 這件事就是需要談的 而且因為也有很多偽造的事件 出現了 所以其實這兩年的座域 都會比較專注於科技基礎的目標 即是你要去提出這些東西 你要設立某些目標的時候 有沒有科技基礎的目標 或者有很多 譬如已經有很多 UNAgency 已經出了報告 譬如最近UNS-CAP 就出了一個APAC region的SDG 我想大家都最近都在咪著輸 已經有很多研究 已經有很多資料 已經去支援 所以跨大成份 反而是不同的公司 或是不同的職員 或是不同的職員 他們怎樣用某些方式去推動一些政策 或者我們去做一些投資 我可能自己的想法是… 我明白有些人會問的 我覺得做了這行 很多人都會問 其實是否真的 很多人會說 很多年前地球都會是氣候變化 這是一個自然的現象 剛剛卡尼這樣說 其實是很多人要再看深一層 我覺得現在網上很多假的資訊 或者… 我有時是覺得不夠 氣候相關的報道是不夠 因為太多 大家的注力又太少 可能是選擇不極紅 或者是企鵝 就是這樣代表 其實是有更多的新聞 我們未見過或是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 資訊這麼發達 同時又很氾濫的時候 其實是要再看深一層去看 其實背後的科學證明 科學數據 我們看到那條線是真的 隨著更多的溫室器特排放 我們的溫度是越來越高的 這是不能去抵賴的 而且看到在工業時期之前 其實那個水平一直是比較平穩 但是在工業時期 因為我們開始懂得用石油器 懂得用煤 其實是直線上升 這是很明顯的 所以我覺得 不可以偷懶 這是很直接的 不要偷懶 但是還是要獲得一些資訊的時候 看多一步 就是不要說 Facebook是這麼說 Google是這麼說 抖音 或者Instagram微信是這麼說 就是這樣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自己 作為一個閱讀者 一個市民 或者一個全球的Global Citizen 是需要給多一點點視訊 在這些資訊上 最重要是做多一點資訊 嗯 嗯 是的 好 應該沉 因為我們的時間… 沒錯 要趕船 是Carly轉成香港過來 所以她也有船要趕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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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用一張合照 我們一起 可以變成一個背景嗎 或者我們拍張大合照 是的 對,一起 或者我們坐在那邊,然後向那邊還是怎樣 坐在那裡也可以 因為可能要亮燈 對,一起坐在那邊,然後再坐在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